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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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大家收看《開來見我》 我們今晚先開一個課題 其實有些人說了一整個月 就是所謂黃色經濟圈 首先我要在這裡和你道歉 為甚麼 因為你剛好去完日本玩泥 我一開始就以為你是說日本的黃色經濟圈 為什麼是我說的?我很少提到黃色經濟圈 你去完日本有沒有參觀黃色經濟圈的地方? 這次沒有,這次就… 即是其他幾次都有? 不是,因為這次是親子友 沒有看日本的黃色經濟圈 不過現在已經不是失去的20年 失去的30年就很大關係 以前我們說的是真的20多年前 你去近的那些不要說 即是甚麼東京、大阪、歌舞伎丁 你不需要說 甚至你去到日本第三大城市 紮房、北海道首庫 天寒地凍 天寒地凍你都看到相關職業的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他們在最旺的街上 即是酒吧街之類 都很欺來讓和 但是這10年、8年 二次一來我現在主要去 都是親子友 帶著小朋友 就少去這些黃區 日本就沒有分明顯… 即是光寶寂丁是別人叫的 其實他沒有分明顯甚麼區 甚麼不是甚麼區 所以是有點令人困惑的 即是 原來以前說黃色 大家就想起黃色事業 我就會想起那些… 即是日本特別的黃色事業 當然其實都是尷尬的 你說藍色其實外國也有 譬如說藍色電影 是… Blue movies 是… 其實是鹹片的 所以其實… 黃藍色和藍色也有關係 但是香港… 如果我們回到本地這個環境 黃色經濟圈的討論 就有些老闆們說不自由 有些人說說不通 其實整件事 就是商務局經濟發展局局長 就是再播一播 就說難道一家人出來吃飯 要分兩間酒樓嗎 這樣就會有再播 好像已經被你滑掉了 其實剛才那一開始 就只要是我去日本的時候 是有看到這些現象 有這些經濟活動 就進入我眼前 不是… 就不是我有去參與這些經濟活動的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我… 我不覺得 我越聽下去覺得 一個扔彎轉了過去 就好像…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引人入勝 就說到小弟好像對這些行業 很有掌握 我記得我都很小的時候 有一次不知中了獎 全家人就有得去那些… 歐洲七天要去十幾個國家 OK 那沒有東西的 那些父母也帶了一些子女 去看紅燈區 告訴大家 原來這個地方是一個旅遊勝地 也有的 所以其實有紅燈區 有藍電影 有黃色時 紅藍黃齊齊 紅藍黃齊齊 齊齊了,其實不要緊 這麼得綠色 綠色經濟是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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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回到香港 我們說的黃色經濟圈 日焗了又說 搞到社會更加分化 老闆們又說不行 但那些人又說派了長龍 是吧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 大家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開來看看 這個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有甚麼是我們今晚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呢 第一 其實我覺得說黃色經濟圈 就是香港這種特定語景 當然是黃色經濟圈 不是我們說日本一到八九十年代 經濟很澎湃的時候 那種很澎湃的黃色經濟 那要說香港這種黃色經濟呢 我覺得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同一個語景下 都有兩種定義 一種就 仍然算是比較和理非的 就是我認同某一種政治理念 是吧 但我先不說那個政治理念 我認不認同 但如果你從邏輯上說 我純粹基於認同某些政治理念 我就是要光顧 你叫小店也好 大店也好 這件事我都覺得是無可口非的 但現在說到另外一種黃色經濟圈 或者有人批評這種黃色經濟圈 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其實 因為黃色經濟就有所謂非黃經濟 問題是現在會 不是現在是長期 已經有超過幾個月的時間 是出現一些嚴重的暴力事件 其實那些是刑偉來的 刑偉當然你可能是要透過民事索償 但就算相關的 無論是店鋪也好 或者是酒樓食肆也好 他不索償也好 那本身是刑事罪行來的 即是打爛人家、放火等等 有人就會質疑 你所說的黃色經濟圈 其實會不會是帶有一定的 非自由甚至無反自由的選擇 其實是有一個恐嚇的成分 因為有人就會半講 其實有人宣稱自己是黃色 其實有些像過年買窮吉 你要我買就買 吉是橙黃色的 那我就黃到橙給你聽 這個我不同意 因為有個朋友怎麼醒來 他說過年 有些像社團做法 但我有個朋友說不是 因為他以前也做生意的 也有人真的捧盤吉給他 他說捧盤吉那些 你給他一封禮事 他不會理你政治取態 現在那些是我給多少利是都沒有用 是嗎 錢解決不了 因為那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所以他說在某個程度來看 其實他們跟社團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你才寫完給他一個好解決的 我沒有這麼說 我的朋友可能有一個隱藏的意思 這個是做飲食業的朋友 但其實我的疑問是甚麼呢 其實你在黃還是藍中間 其實計證應該是不被表態 或者不表態 當然不被表態或不表態是兩樣東西 但無論如何我先當作一樣東西 不表態都是一種選擇 我為甚麼要將政治滲入了一個商業行為呢 是否需要是這樣 難道美國就是 我自由黨就不光顧 不是 你這個民主黨我就不光顧共和黨的 我共和黨就不光顧民主黨的 那也有出現過一些幫特朗普的人 譬如他幫他做公關、新聞的人 進到某些店舖 那個老闆不肯做他的生意 也有出現過的 不過我想你這個破題我嘗試概括兩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是否因為一些政治你不支持一些東西 你說都沒有我口非 這樣跟我也有涉及 你沒有脅迫性我覺得可以接觸 譬如做社會企業 你也是有社會目標的 你也希望達到某個社會影響 譬如噴礦 或是幫助新來港疑問 或是希望推動綠色經濟 也有這些社企的 但你不會因為別人不支持你 綠色經濟 你就會覺得要打破它 你是希望由那個善心出發 當然很多社企 早前就說是虧到派 所以我覺得既然你又虧到派 你又沒有因為這個黃色經濟圈 而獲得任何好處 那是否社企作為一個善心的企業 代表出來表態 就著這個黃色經濟圈 即是怎樣?宣稱我也是黃的 不是,你起碼要畫清楚這條界線 其實你覺得有政治理念沒問題 有社會的目標沒甚麼問題 但你沒理由搞破壞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出來表態 第二個你說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破壞行為 對於所謂的非我族類 我們是否要刑事毀壞它 我覺得其實是政治運動的現身 就著這一點 我覺得局長和很多商業的器材 其實是摸錯了它的重點 其實我覺得黃色經濟圈 從始至終沒有想著要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當然沒甚麼問題 錢不怕繼續賺 但搞來搞去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搞來搞去就是看今年9月 立法會選舉而已 因為一個最現實的狀況就是 它不是要貼財神或擺盤吉 而是它要令某些店舖 不敢貼建制派的宣傳品 因為它覺得如果貼了建制派的人 的宣傳海報的時候 它有機會被人破壞 它怕了這件事 甚至乎它並排貼 貼了那麼多候選人 它也未必夠敢 也不行的 它也害怕 所以我覺得 那是其中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目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行為 根本是一個政治活動 當然我沒有這麼深的閱讀 究竟它是一個政治學人的經濟行為 但是我想我的看法跟你也很相近 就是我對於作為一個比較極端的自由主義者 就是對於任何這些很排他性排拒性的東西 我自己很排他排他 我自己很排他排他的 譬如說 就算近年有再一次很大規模的 所謂的趕水貨客等等 我覺得你表達一個意見 或表達一個立場是一回事 但是你在某些行動上 對人造成重大的滋擾 甚至是人生安全威脅 這件事我們需要注意 當然你想想 其實黃色經濟圈也要有些人 會支援一些暴力行為 那你去光顧它的時候 算不算是間接支援它呢 還有會不會有些黃色的店舖 可能會存有大量的物資 以至到賢品呢 反而這方面 我覺得相關的部門就要跟進了 歡迎收看《開來見我》 繼續跟Alvin林逸峰 說說他的創業路和投資路 上一集說到 如何在一些很艱難的環境之下 創業後如何經歷過不同的風浪 從小做到大 一個人做到三百人 然後就賣一間公司 是不是賣一間公司之後 就想想有塊錢出來了 當然可以硬著腳退休 可能不會漂亮 真的 那塊錢應該可以咬很久 可能咬幾袋 一分鐘 希望 特別是可能買幾個舖位 然後就可以咬幾袋 但是你就沒有這樣做 那就繼續做一個投資的工作 就變成一個天使投資者 其實可以簡單說一下 天使投資的概念是怎樣的 是不是最初步去投資 叫做天使呢 如果不是就不是天使 天使投資很有趣的 他本身就是一些比較高利率的人 他又願意沒有一個很高的風險 就見到一些年輕人 年輕人來到就說 Oscar 你可不可以投資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是甚麼科技 AI 甚麼等等 你沒有一個實質的提案 沒有一些很實質的 一些叫做市場測試 沒有的 有一個想法 你又願意這幾個人都好像不錯 背景又不錯 又是甚麼畢業 你就願意去沒有一個很高的風險 即是貿易也沒有 通常都沒有 可能單位還未開 人家說提案也沒有 提案也沒有 提案也有的 不然就無法解釋 還是幾百起貨 總之他會說一個故事 或者很多東西 當然這是五、六年前的事 因為現在很多譬如政府的機構 很多都已經令到他們 會更加固執了 所以現在找天使投資 通常都會比較固執了 就會有一個提案 有一個提案 我會問我生意怎麼做 何時賺多少錢 即是賺多少錢 你投資我 一般來說 我們叫做 第一次投資 在第一次 通常 你想開公司 通常就問了爸爸 媽媽、老婆 先借錢 這個就叫做三個F 即是Full Family and Friends 他們啟動了之後 就拿了提案 到處找 例如找到我們 天使投資 就說不錯 你賣些雞蛋仔 在金箔雞蛋仔 香港沒有 但是你只是賣… 還用刀叉食 對 這些挺有趣的 如果我們覺得有能力 我們就會投資 通常我們就叫做 最前期也是最高風險 剛才Oscar你問的問題 就是究竟運作是怎樣的 老實說 你就賣一個金箔雞蛋仔 真的說輸就輸 很多時候 我們是一個英雄投資 就像我們叫Venture Capital 就是一次過投資十間二十間 差不多的公司 期望就是有兩三間會爆出 那就夠了 那就好了 可能一間是爆幾十倍 甚至幾百倍 就像我們早前投資了一些 叫做AI的項目 有幾個小朋友走過來 我之前認識他做補習社 對 他就像我一樣 大學讀書了去開補習社 他說我想進入學生的家長 都要很重視學業 我當然沒有理會他 誰知道他畢業之後 再回來 他說 Ivan 我沒有做那件事 不如你投資我這一間 我做AI 他說 其實他有三個AI的同學 想一起做一間AI的視像系統 譬如我們三個在聊天 在喊架 還是在研談甚歡 還是說在討論得很系列 基本上可以通過AI的智能 可以知道這件事 即是看到我們的氣氛是怎樣的 是的 即是我們要選擇的又怎樣 我們覺得挺有趣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有真正的AI的同學 就是一起配合 因為現在這年代 很多AI都是沒有一個AI人的 其實這些公司就很狠狠 我們叫做狠狠 那我就投資他 其實經歷了一年多之後 他們正在去第二個回合 亦都在找投資者投資 其實我們因為是很早期入股的 即是我們剛才說 很早期很早期都會爆發的 這個交易如果成四 基本上有大概我們的回報 已經說了五、六十倍 即是你第一回合 即是你第一回合投資 如果去到第二回合 你已經是五、六十倍 再去到第三回合就不得了 那是幾何級數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以前阿里巴巴年代 在那個南非基金 是說多少萬倍 因為它最早期投資 但是就要抵受到風險 因為你實際上 你十間一年就可能沒有了兩間 基本上三年就沒有了一半了 基本上我們就在天市投資裡面 就去思考究竟投資什麼好 好像現在這年代 我們會多看AI和Blockchain的一些項目 這個我們看 明白 所以聽Alvin這麼說 很具啟發性 第一上一集我們也有討論過 其實作為一個所謂理工科出身的 或者做的那個行業 其實都是跟科技構得很緊的 會不會是特別理性 各個方面 但是聽起來其實做天市投資者 是不是我們表面上 香港人聽起來 你好像膽薄膽而已 但是背後其實也有一套落策 背後也有一套所謂風險平衡 或者所謂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的一套制度在這裡 但是始終有一件事 剛才我聽起來 因為風險投資其實都很看 或者所謂天市投資 都很看人和人之間的互信 或者判斷的 因為有很多事情說到最後來 其實做生意真的判斷力三個字 是吧 那個判斷力有時真的建基於 我看上去我眼看你眼 是不是我看你這個人 是否可以進行呢 是 是 是 有時不是就是一條計劃的 是 是 是 和那個人 那這裡也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人就說香港的創投環境不好 但是我自己不是的 我自己經常都看得很香 其中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做創投、天市投資各方面的東西 那個如何去履行合約 以及我們如何看那盤數目 就是一個譬如會計制度 我們的法律制度 如何去處理合同等等 其實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的基建是不錯的 但是都會不會 你投的時候都會不會遇到一些問題呢 就是說不要說天市投資 就算是熟朋友做生意 都經常都說的 輸了就是投資給我的那個 贏了就是我們中國人經常都說的 老闆未必賺錢 那個掌軌一定賺到錢 掌軌和老闆有什麼分別呢 掌軌就是有managerial的權 管理的權 就是李遵依這個角色 只是說笑而已 這件事就是想了解一下 因為你天市投資投出去 顧名思義是人家掌軌的 就是逐點說過是人家掌軌的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 許晶這種小人之心呢 就是說 譬如賣金箔雞蛋仔 那樣 你的數目會不會到最後 爆就是你爆 數目未必返回我 這樣的心態呢 所以其實做天市投資人 就很需要有一定程度的 財務知識 管理知識 好像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說對的 他花了些錢 出了自己的糧 投資人不會有一元分到的錢 所以其實我們投資在 我們投資下去的時候 通常在那個叫做 投資的叫做 subscription agreement 就是我們投資買股份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些 節省列明了 你公司 譬如你 收到老闆的薪金 不能超過多少 公司賺到多少錢 是一定要回給 有一點可以出到 叫做 dividend 可以分到紅的 這些是一個基本的功夫 是會有的 但如你所說 當然會有一些 start up 其實就是 錢就是我賺的 你是賺助人 也會有的 所以我剛才很認同 你剛才說的一句話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究竟我跟你說 覺得你是一個有誠信的人 你是真的為了 整間公司的著想 還是為自己的著想 這個其實在我們看 一個投資 是一個很高的優點 因為很多人真的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尤其是我們在早年 去做M&A 很多時候就說 Alvin 我買一間公司給你 他很勇氣賣給你 其實通常這麼好的東西 通常未必是好 那些不是賣仔 看著摸摸頭 那些證明 送給你 這麼大隻甲 這麼大隻甲 精神性有這種情況 但我經常都要提出 我們沒有錢的 不要讓他覺得 你是很大的資金 我們真的做生意 希望為大家一起去進步 我們投資到這個項目 我幫到你成長的 你做得好 我也會開心 這個我們是本主 一個是一起去做生意的角度 明白了 想問一下Alvin 其實你見到他 最主要不是說 他給你的提案 寫得漂亮不漂亮 因為我打到那個賣仔 多漂亮也好 是的 其實我不看 最重要是你也不看 不看 他計劃到三年後 賺多少倍也好 當然是他計劃 我不看 我看一年了 那你怎樣去判斷的人 是否真的憑著你的經驗 或者是真的月曆 去見人 跟他聊天 你有否有甚麼辦法 鬥一鬥他 你便知道他真的信不信得過 他看著我的眼睛 其實很多時候 這是我們做投資的 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看那個人 但看那個人是不夠的 是看他的團隊 是吧 我很擅長技術的 Alvin 你投資我吧 其實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有技術 代表你不代表你會銷售 你說我做了這個AI技術 明天就有很多人買 那你怎樣讓他先購買 因為我做Digital Marketing 知道怎樣你可以銷售 怎樣在網上找客戶 他又說不出 那我就當然縮 其實看那個人 第一有沒有技術 你說你做AI 原來你沒有一個人認識AI 我又怎會投資 這件事不堅持 第二就是你有沒有銷售渠道 就算有你銷售渠道 就是他有專業的知識 有個團隊 他不只是單支工 加上他的技術 是不是未來的風口呢 可不可以擴闊去一個 叫做東南亞的市場 甚至是湖西街市場呢 這個就是我最看的東西 明白 Alvin 聽你這樣說的話 當然你要看他 第一有沒有一個科技的底子 所謂硬工夫夠不夠 第二就是說 你整個在營運和銷售上 我聽你講 就似乎你重視 他對銷售的敏感度 或者渠道掌握會多一點 因為可能他相對年輕人 他們對於 所以Operating的掌握未必很多 這裡我簡短一下 最後幾十秒想請教一下你 會不會在營運和營運上 你們除了投資 都會多少點化一下你 幾個小朋友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 Venture Capital裡面 我們投資公司來講 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我們除了提供一個 叫做啟動資金之外 我們還會幫他做一個 叫做Operation Advisory 因為你公司要這樣 你本帳大家要這樣看 你不要自己做錯帳 以為自己賺很多錢 很多都是這樣的 銷售方面 我們會跟他翻訳 你不要這樣做 不如這樣做 你做B2C 好像成本很高 不如你試試打了B2B 然後做完B2B成功 你就再做B2C 因為你多了人認識 我們會提供這方面 由Operation 去到Marketing的Advisory 給他 他的成功機會就會高很多 是 正如之前 我們這兩集都提到 其實你做一個創業家也好 還是作為一個所謂天使投資者也好 你多少要有那種 不是老闆 而是老師的心態 然後大家一起成長 我們回到最後一節 才會請教 你究竟投資了哪些年輕的企業 而帶來的新局又是怎樣的呢 好 回到節目時間 剛才Alvin也說到 如何去決定 投不投資他所謂的初創企業 一個第一回合 但是可能這個節目出了之後 有特別多提案給你 那現在你主要工作 是否還是看提案 或者是真的有人直接去召喚你 甚至是叫做提供機 就是跟你一起 見你回答這段時間 就特意放進去裡面 就在一程中的時間 跟你說一遍 其實真的有 在這一集的節目到此為止 許晶和Alvin有話聊天 我們現在有點困難 需要有天使的幫忙 是不是這樣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本身 因為這幾年 我們都在那個市場 都一直有一個很活動的運作 一直有投資 一直都見到很多不同的開業 也試過有一次 我坐升降機是一個活動 我們可能說了一個討論 或者是一個評論一些東西 接著司機是跟著你去升降機 因為我們要走 跟著你升降機 追著我的司機是這樣的 那個汽車水盆是怎樣的 我也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老實說 不如你發出提案給我看看吧 其實都有遇過這些情況 所以有時候都叫做什麼呢 叫做在那些提案 是多到看不及的 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就… 唯有些同事幫你 先檢查第一回合 現在就多了在這方面的 是嗎 即是有同事幫你看完之後 覺得哪些真正的能力 才要提供你 還有我們也會看看 究竟是否我們很想去投資的項目 好 例如我們現在很想的 就是投資AI和Blockchain的項目 因為很多可能純粹是商業模特兒 喂Alvin 你給500萬我們燒吧 我們燒一些用戶出來 但現在其實在經濟上 和在新的發展上 現在不是最可行的方法 就是用錢來燒用戶出來 因為用戶未必是堅持的 因為互聯網太多東西玩了 所以我們很多次就看看 你是否真的實際有個業務 是能做到生意的 會比較多了這個層面 還有你的業務 有沒有一些 Trade Secret在裡面呢 因為有一些業務 是存在了某些流動 是的 例如我們做雞蛋仔的時候 有一個配方吃到 就是人家會很… 是追著來吃的 例如他拿到Trade Secret 就是所有做雞蛋仔的人 都要跟你買 這些類型的東西 這個就不是那個蛋漿的秘方 其實是那盤生意的秘方 是的 所以這些我們叫好的題材 好的題材是好笑的 基本上是倒轉我們去追著他要投的 好的 是的 難得一遇的 難得一遇的 明白 現在因為你做天市投資者 其實都已經有若干年的 三年多 其實三年多在一個投資市場 尤其是創科的投資市場 其實都已經可能是一個 甚至一個半的循環 循環 沒錯 那你有沒有觀察到 其實過去這一件 一來就是 我想做生意吸引我們的 第一就是 學到老、活到老 亦都活到老、做到老 對 就是我們自己不斷更新 不做不懂 對呀 不做不懂 不懂才走去做 對呀 撞住了 死了 我每次生意頻淋 危機的時候 我太太 我都會說這句話給我太太的 是 我覺得不懂才做 我懂才做 我唯一從頭識到尾 只有你而已 愛的宣言 愛的宣言 這個位置也想請教一下 就是這三年 短短三年裡面 你自己看到香港的天市投資 或者創科投資的這個市場 那個變化 或者一定說到趨勢 是的 就是趨勢會是怎樣 其實我想有兩方面 就是專業化 專業化 因為本身 剛才跟Oscar說的 有些人來跟你投資 真的是用白口來跟你投資 其實我現在真的 真的會很缺乏 講兩講 你拿錢的 真的已經很缺乏 專業化的意思是甚麼 其實 Startup 因為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訓練 香港有 譬如Science Park Cyberport 一些不同的政府機構 以及一些坊間的 叫做Accelerator 去訓練那些小孩 你要創業 你要做計劃 你要怎樣怎樣 你有市場 你要調查 讓投資者看到 他才會覺得 你那件事是值得投資的 我看到其實在 Startup 他們都已經專業化了 起碼不會老吹一輪 第二件事就是 政府因為很大力去推動 所以資金就越來越多 令到很多民間的 高利率也好 很多的大公司也好 都紛紛進入了 這個叫做早期投資 即是天使投資的界別 變相來說 其實Funding是多了 變相市場是蓬勃了很多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亦因為市場 蠻長了 變相大家投資的東西 都精進了很多 就不像我五六年前那樣 看到甚麼都先投了 就不是了 大家都很清晰要投些甚麼 所以剛才我們說 AI和Blockchain 這些特色的項目 或者未來三年 會有很大發展的項目 就其實很多投資者 都要視乎這些類型的東西 明白 剛才Alvin剛剛都提到 那個專業化或者專精化 其實我們自己 譬如我自己從事過兩個行業 之前就做一些房地產的顧問和投資 現在主要是在媒體方面 你也發揮過分別的 以前譬如我們說 property management 物業管理 甚麼都是物業 工廠也是物業 是吧 但現在不是的 譬如不同的主題 譬如商場才算 是商業的建築 其實原來那個顧問 都已經是細分得很厲害 媒體更加不需要說 網上有網上的媒體 線下線下的媒體 但這裏除了專精之外 譬如剛才你提到 這個blockchain 就是區塊鏈 是的 又或者譬如AI 人工智能等等 都有人會說 除了專精之外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些 所謂專業以外 或者技術以外的一些視野 譬如你沒有一個 基本的金融知識 甚至是你看不到 現時全球貿易上 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譬如中美打到開花 那裏都是人民幣對美元 都是一個金融大戰 所以為何會搞到我們香港 有人就說 其實除了科技之外 因為我們始終是在說 應用 應用就真的靠我們平時 雖然這樣說好像很虛 其實應用真的不是在課堂上 或者是在實驗室裏面 是靠我們對於整個社會 觸覺的敏感 有人就會去批評 我自己都是土生土長 香港讀書長大 有人就會說 我們香港學生 專業方面 真的很專心 但是在廣博 和對於時代觸覺的敏感度 其實前瞻性不是太強 你也做了這麼多 你自己的創業 又扶持了這麼多年輕人 和年輕企業 是的 你的感受是否如此 你覺得其實不是的 香港的年輕人 除了自己的專業以外 外面的世界 他很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的體會是怎樣 我的體會是 其實真的 這個年代的年輕人 是進步了很多 但是視野是不夠的 視野 其實他看的 可能我們學習 現在慢慢由田藝合式 慢慢變到開放式 都仍在一個階段發展 其實他們看的 很多時候就是看到 原來我要做一盤生意 我的職業就是這麼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在學業裡面 學一些很專業的東西 你是讀Econ 你就是讀Econ 你會很專心 This is my major 這樣去讀 變成你有時 會忘記了在街外發生的事 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有時會看到 一些比較聰明的 是怎樣 他們會去不同的公司 去做暑期工 譬如我們有些年輕人 為何你會認識這麼多東西 他說 是呀Alvin 我暑假就在這裡做 我做銷售也做的 他不會說 匯範了我讀Econ 我就要做銀行 是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在讀書的時代 我就去那些甚麼團 甚麼會 去加入很多會 令到自己認識很多不同的 各界的人士 令到擴闊了視野 我看到有一群很聰明的人 尤其是比較 我覺得這些很有前景 因為他們不會說 因為一飯不行 他就固定在那裡 他會說我有A不行 B不行 C甚至乎 我有很多師傅在外面 那這一類型 我就覺得 有前途就是這些 但不多 真的不多 我認同他剛才說 但是成績上 學業上就很多 他願意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對 如果你覺得那個小朋友 他願意嘗試自己不懂的東西 那個就有前途 是呀 可能你看公司也是這樣 沒錯 尤其是看公司 他們很好笑的 他說 人家做雞蛋仔 我加些金箔 你投資我吧 不好意思 老實說 我會想就是 人家做雞蛋仔 你做雞蛋仔 你做到一些特別的能力 你是賣三倍四倍的 我就會想想投資你 不是說少少的東西 而是一個開闊眼界 或者人家的雞蛋仔 就要五分鐘才能做底 是的 一分鐘就底了 你這個技術就可以值得去 是的 不用排到自己了 是的 好的 其實現在看回 你也在科大 有教過這些叫做創業 其實創業有沒有能夠教的呢 即是怎樣去教 或者你輔導一些小朋友去 其實創業 你都說得好 除了我能夠教的 是 但是很多時就是 憑很多 我們自己也是 我小時候去創業 去一間公司 其實老實說 經歷很多陣痛 很多不認識 很多不認識 我做到這一步 不懂 我要請這個人 不知道在哪裡請 我要解僱這個人 不知道怎麼解僱 我要去找這個生意 怎麼可以找到 這麼大間公司的老闆出來呢 不懂 其實創業的學習 其實就不是真的去學 是什麼呢 去聽別人的老闆 原來你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聽得越多 變成你自己也懂得做 是 因為這些不會從來 不會在課堂教你的東西 所以很多次創業班 很多時就會有很多老闆 經歷了一段時間 老闆 他就去分享自己 某程度上的 topic 譬如我之前去教一個 叫做partnership 那我怎樣方向一個partnership呢 原來partnership 可以找到生意的呢 那我就要把這個案子 告訴他們 原來這樣做這樣做就可以了 其實就潛移默化了學生 這不是課堂的資訊 原來在營商的時候 都要做這件事的 這個是幫到他們的 那最後想請教你一句話 無論是想吸引別人去 讓你創投也好 或者你自己做過創業也好 一句話 你覺得比年輕人最大的忠告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無望初心 剛才Oscar說得好 原來我一分鐘就可以做到 這個是他不斷去 innovate自己的 business 去reengineer自己的 business rejuvenize自己的 business 這件事會令到他生意 是會一路蒸蒸日上的 亦都是扶持他去做得更加好 是 那我們這兩集 無望初心 非常感謝Alvin 跟我們的分享 無望初心四個字 Maggie有華語奧斯加之稱的 就是台灣的電影金馬像 中國今年因為政治因素 不讓一些大陸的電影報名 令到今年中國大陸的電影 全數缺席金馬像 都引起不少議論 是 而今屆的金馬像 在11月23日舉行 而中國電影金雞獎 就改過去九月舉行的慣例 竟然改和金馬像同日在廈門舉行 令到這兩項的頒獎典禮 充滿濃濃的政治味 對 還要在廈門 隔著台灣海峽 和一天這麼巧 兩大電影獎同時舉行 參加任何一場都有表態的意味 挺台還是挺落 所以很多電影都乾脆 我兩面都不出席 而出席台北金馬像的電影人 就是以台灣和東南亞為主 在廈門舉行的 中國大陸電影的金雞獎 就是大量的內地明星混雜 對 很多意見都認為 中國官方禁止國內電影報名 金馬像是源於台灣導演 阿芙如在去年金馬像致辭的時候說 他就說他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他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 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這就是他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無論認不認同也好 這一番的發言無可否認 在典禮的當日引起了一個政治風波 不單止來自大陸的獲獎者上台 以中國台灣金馬像去表態 當屆的評委會主席 龔利也拒絕上台發掌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內地人 原本已經擔任本屆評委會主席的香港導演 杜其鋒 杜Sir 都在9月辭去了金馬像的評審團的主席 外界都嘩然 對 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早前就未被問到 政府限制大陸影壇參加金馬像的問題 他就說政治可以有分歧 可以用交流去溝通 但若果金馬像搞台獨 他就認為是不能夠接受 有人形容這次事件 造成金馬鬥禁 計算都是十二生肖 兩敗俱傷 不過也有影評人指 今屆金馬像的報名影片 其實歷屆第二高 都相當不少 所以中國大陸的退賽 對金馬像 起碼數字上沒有造成很大的傷害 反而內地電影失去了一個獲腰的機會 誰得誰失 誰是誰非 我想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把呎 都有一把呎 這節繼續跟許晶、許博士說一些大事回顧 在2019年的年中都有一件頗大的事發生 鄰國、日本 年號就由這個平城轉為令和 也是日王首次生前退位 之前都搞了一大堆的事 都香港人 因為你知道日本是香港人比較喜歡去的旅遊地方 香港也有很多日本迷 很多人都好像很興奮 不過也不能忘記 其實這個日王 當然現在是和平城勢 但是他爺爺也曾經下令過侵華 沒錯 如果我們喜歡日本流行文化 我們蒙面超人 我這個年代 我們廢中就很喜歡 鹹蛋超人 對 鹹蛋超人 蒙面超人就用他們年號去分 因為他的歷史很長 有一個叫做超和系列 我小時候看的那個叫做超和系列 後來那個叫做平城系列 我們知道還有另外一套 香港譯名叫做百變狸貓 其實在日文我們叫做平城狸合戰 狸就是他們叫狸貓的狸 但其實那隻動物不是狸貓 中文其實那隻是狼 不過算了 中國人有時候都會 一幽子樂過狼 對 幽子樂過狼 其實中國人也會搞錯別字 何況日本人的錯別字是極多的 譬如激安的激其實是一個錯別字 譬如濟霸的濟其實是一個錯別字 是嗎 其實他們是想說極安 極端的濟和清霸 是清童的濟 其實他們搞錯別 激安不是更激嗎 就是錯了錯著 對 錯了錯著 現在經常說很多東西很激 其實他們想說是一個激 但是剛才提到的 這個不論是平成離合戰 那個合戰即是指一個大戰 是一個會戰 中文叫它那個平成 也是一個時代 對嗎 跟我們說的 《蒙面超人》有一個平成系列 和超和系列 都是有點近似的 剛才Oscar也提到 其實距離這個平成 因為平成剛剛好 就上折超和 這樣就叫做日王愈日 也是我們知道 美國是對於二次大戰受害國 為了它一個所謂一個 convenient reason 一個很實際的理由 以及一個便利的原因 一個便利的原因 而且英國人 因為英語是一個相對 你可以說是淺漏的一個語言 它的詞彙不是那麼多 所以反而就造就了 英國人的一個性格 就是不是語言本身 你怎樣運用那個語言 變成了一門技術 所以一個convenient reason 其實就不是指它便利 就是說很糟糕 很實際的原因 就沒有向這個什麼 超和天王 即是叫做日王愈人 去問責 但是坦白說 你叫做日王愈人 去到名人再去到德人 那據信 或者我們 因為跟世界上 絕大部分的皇室一樣 日本的皇室 就不是那麼容易 就公共的事情發表一些意見 如果你說環保 或者是扶貧扶藥 那些可能是政治上 他們當然是比較實現的 但是據信 據信 我們雖然不能夠很直接 很系統 很深入地了解到 這個德人 現在都不是太子了 德人天王 即是德人天王 他們父子的政治取向 也好 都據信 他們和日本的右翼 或者所謂的好戰分子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落差 甚至沒有人說 為什麼這個名人天王 他要在他生前去位 除了他本人 和他的太太 即皇后美智子的身體上 健康上的一個考慮之外 也有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那個重大的原因 就是其實和安倍 安倍晉三作為日本戰後 即是執政時期 連續執政最長的一個首相 那個右傾化 或者日本的軍事化 是有關的 即是他不希望見到 日本的右翼 和美國的右翼合流 所以他就要用這樣的一個手段 將自己更加叫做年輕力壯 或者對於是對抗日本右翼勢力 起碼在精神上更加具魄力的 一個所謂得人的太子 或得人的王子 扶正成為今天 寧和時期的日王 當然現在太平靜勢 亦都希望和一個右翼勢力 就比較疏遠一點 但是無可否認 就是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都仍然是影響著現在的政局 即是不要說是中國和日本之間 因為可能參拜靖國神社等等的原因 就經常都會有些爭執 其實日本和南韓之間的爭執都很厲害 甚至更加白熱化 挺有趣的就是 我暑假和小朋友去了首爾 去首爾發現一些很出名的日本連鎖店 在香港就要排好內隊 去首爾吃只有兩三台客 是食肆來的 是食肆來的 接著就問起一些人 當然了 現在南韓人背過日本食物 總之南韓你找一些日本食物來吃 或者日本來買 就一定沒有人跟你爭的了 現在的確是很冷清的 所以我們要鼓勵香港人去韓國消費 去韓國消費 沒錯 做日本品牌的爭議 去韓國吃日本食物可能最重要的 但是他們其實也有一些歷史的原因 包括可能是慰安婦的事件 包括可能是一些強徵韓國勞工的事件 都罵得面紅而赤 甚至是真的有些實體的經濟影響 是的 沒錯 我們知道韓國的政治制度很特別的 他們都是行政主導 即是說那個總統或者稱為青瓦台主人 就是決定了他們的權力 當然他們都有立法機關的制衡 有司法機關的制衡 但是他們在政商界傾向於行政多角很明顯 但是很特別的 他們的總統是不會所謂連選連任的 他們做五屆的 做五年而已 不好意思 一屆就五年 有時候覺得那個做得都OK 或者想那個政策不要搖擺得那麼厲害 那就連續十年兩屆 但是最多都是同黨不同人而已 剛好之前由李明博去到朴槿惠 就是有接近十年時間的 所謂的右派或者保守派 這些右派和保守派 李明博更加在日本關西出生 而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 就是日本關東軍的 又不需要是軍官 我也是初中階的軍人 但是去到文在寅 跟之前的所謂的金大宗一脈 下來的包括阿魯姆緣 他們就是 又不可以說反日 但是他們所謂的自由派 或者比較本土一些 到今天為止 韓國的政局 都仍然是因為親日 反日 就跟我們香港 或者跟中國大陸 甚至跟台灣很不同 就是他們的餘業不是說 別人是業旨的業 而是說所謂事業的業 就是 日本的殖民統治 對韓國的政經界帶來的影響 從剛才去分析 所謂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你還是看到實際影響 你不會相信 至少今時今日 香港或者民主化了的台灣 中國大陸更加不需要說 你不可以說日本的政客 或者以前的殖民管治的唯獨 還是影響到中國大陸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韓國和日本的關係 仍然是這麼複雜、仍然是這麼微妙 但是他們看起來真的是杯葛的 是啊,沒錯 他們那個杯葛除了李尊提到飲食 後來再衍生 都是因為慰安婦、強徵勞工 或者勞工的賠償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當年日本人有沒有做錯 是你的誠心悔改或者作出賠償 其實不是說錢是萬能 但是如果你連那些物質 都不願意去付出的話 誰會相信 你有這樣的誠意 所以就不只是說 你說賣麵也好、賣飯也好 是不是一碗都賣不出來我就不知道 但是據聞有一個日本流行服裝的品牌 竟然是可以被杯葛到 就像日本啤酒一樣 一罐韓國人都不買 日本人看到韓國人的這種決心和團結 我想他們都是為之一振